叫我舞王 不要啦 真的不敢當 火頂龍都是排第二而已 有這麼多次地方 最深刻的當然是 仁川亞運那次 那次很幸運拿到銀牌 有什麼獎都無所謂 就算有獎都是一個鼓勵 鼓勵你下次要繼續好一點 喜歡跳舞的人 根本就不怕辛苦 練就這樣練就這樣練 有比賽的時候 一個禮拜是要練八天的 先看看啟德站 啟德站A樓和D樓都有升降機 Hello Philip Hi Dennis 你好嗎 是啊 每次Philip來到的時候 我們都會問他 是想去哪個目的地 和想在哪個地方轉車 然後我們就會通知 相關的車站 在有關的地方stand by 去幫助他上下車 拜拜 拜拜 如果可以走下去 我就馬上走下去了 現在差不多 每一個站都有升降機 到月台 到地面 還有適當的斜坡 方便了很多 很多人覺得傷殘人士 有很多事情做不到 但我要用行動證明 自己想方法去做到為止 最初對跳舞都是有點抗拒的 但是看到一次輪衣舞者去表演 玩下去跳得很好看 很喜歡 就是這樣愛上了 這一件 2014年去韓國人村比賽的時候 曾經出現的戰衣 那年又拿了牌 所以特別有價值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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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吹不扭 真是我的座右銘 就是各樣都要試 就好像我和輪椅舞的partner 我和健全人士跳 其實障礙都有不少 如果兩部輪椅一起跳 那個障礙更加多 跟他認識了已經十幾年了 想去鑽研那個動作 會花時間去研究 我們都不停地嘗試 不得試到為止 只要你肯做 人家看到你的認真 那就夠了 我們的機構 都定期和港鐵做很多交流 會就著無障礙的設施 都會給予不同的意見 其實我們都和他們建議過 會不會在繁忙的車站裡 增加一些複雜機 他們收到我們的意見之後 都作出了一些調整 令我設施更加完善 令到更加多人受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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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